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突然见到外国人啊 变得一点都不稀奇了 今天一大早在机场接朋友 看到好几个商贩围着一个老外 那哥们儿会讲一点点的中文 仅限于砍价的词汇料 然后聊着聊着忽然就冒出来了一句 我虽然是个外国人 但我不是傻子 给我便宜点 一大早上他把我瞌睡都笑醒了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宝宝 我就想问了 你们外国人怎么都那么逗呢 都这么萌 爸爸真是难以抉择呀 双胞胎虽然可爱 但戴起来也很非力 如此同步的动作治好了我的强迫症 别安家的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还能做运动 不管多难的动作都能完成得行云流水 难怪身材这么好 赶紧运动起来 宝贝 看你吃蛋糕这霸气的姿势 我就敢说你长大后必成大气 起码能当个粉刷将 大狗狗狗 смcht 大狗狗向来都是最贴心的 永远儘得跟小主人 一步都不敢朝前 宝宝送 宝宝送 小寶寶虽然可爱 但是我们可不能密爱 从小咱们就要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 不然以后到社会上 而且还被人嫌弃的那一类人 这类人有一些特征 他们家的凳子放久了 会长衣服 沙发放久了 也会长衣服 洗衣机放久了 会长霉 不爱收拾 拉里拉搭 每天都要从一大堆混乱的袜子中 挑出那原本一起的 穿在一起 那感觉就像是在给他们做霉一样 有一句标语是 爱护环境 人人有责 你的个人卫生 那也是环境的一部分 谢谢 好了 又到了看咱们朋友圈和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去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哎哟妈呀 长胖之后 行动起来都不方便了 就连这个小门槛都能绊倒我 我要求换一个无门槛的我 旺财 换门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唯一能解决的就是减肥 孩子不就是打个气球而已吗 你这姿势是准备商战场吗 感觉你比旁边的小弟弟厉害多了 主要是场地不允许 要不然我就给你劈个岔 求婚一定要对症下药才能成功 比如给我的吃货女友求婚 直接送美食 她是没办法拒绝的 不过话说回来 首先得有一个女朋友 我想培养孩子的运动细胞 所以就教她把篮球 结果她哭了几个小时 到现在还没有停呢 别培养兴趣爱好了 你还是先保证孩子的平安吧 我们店长喝多了以后 非说自己是神仙下凡 这次一定要让我们看看她的真身 我知道了 你是蜘蛛精吗 来 看镜头 男主人笑得开心一点 女主人的表情再自然一点 忘记说了 我的收费不是很贵 只需要小鱼干 你放心 只要你排好了 待遇肯定不会差 这就是你说的待遇 不给小鱼干也就算了 毛粮你也只给一粒 是不是太扣门了点 搞了半天 我就是个免费劳动力呀 在我们人类眼中 这是拖鞋 而在狗狗的眼中 这是他们的专属枕头 还是熟悉的拖鞋 还是熟悉的味道 你是舒服了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天天只穿一只鞋子的感受啊 这位同学 你的出生一定有故事吧 是不是今天地气鬼神啊 连滚带爬就来到了人世间 要不然你父母咋会取一个这样的名字呢 朕 先滚了 在酒店走廊转了好几圈了 还没有找到我的房间在哪儿 为什么酒店房间直接跳过317号房了 是瞧不起我吗 大哥 可能是想让你睡走廊吧 这人一倒霉吧 就像上面这哥们一样 这是喝凉水都解渴呀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不说喝凉水都塞牙 我要让你们知道 喝凉水除了塞牙还能解渴呢 扯远了啊 刚刚说倒霉 我就发现啊 人有时候倒霉起来 那真的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呢 你喝东西往身上滴 吃食物往身上溅 水比油不小心就往身上化 走到哪里都容易擦到灰 别人手上脏却偏要往你的身上蹭 如果在一天之内 频繁遇到这些事情 那你今天可能是穿了白衬衫 能拿到赞助的节目组 现在还能顺便打个洗衣液的广告呢 那我们就算了吧 要不你们来福 看他愿不愿意去帮你洗衣服吧 忙丑闹翻天 我家来福呢 去哪儿了 快出来洗衣服了 主缘 是你啊 你好啊 我没头吃 真的 来 握手 给我握手 另一只爪爪 我是要你握手 不是给你吃手 有吃的 快到嘴里来 你能不能矜持点 猫咪是真的都不喜欢洗澡 你看就跟要煮了它似的 猪人看起来对我是动了杀心了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旺财洗澡就不同了 玩得可开心了 你这是无垠 你这是无垠嘴吗 这是我的棍子 不是知道 你这呆子 你放开 抖 抖开你 谁能帮我把这个胖子赶走啊 耳朵太大是有烦恼的 我就不信吃不到你 我一口再一口 主人就不能帮我把耳朵扎进来 你怎么开心啊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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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怎么互换名字都不理 临时代一想就来了 或许这就是吃货吧 当猫咪戴上墨镜之后 感觉一下变成了偷偷观察我们的班主任 很好 大家都很老实 好像这毛巾也遮不住我的目光 丢了 真碍事 前面是袋鼠吗 我们追上他 你要想瞅我车 你瞅啥 想打架 我可没怕过谁 来呀 你来呀 有种你下来 别磨磨叽叽 躲在车上算什么好汉 大兄弟 快走吧 输给这位拳击好手不丢人 我告诉你 汪财走后这张门由我守护 瞎说什么呢 我黑苗掌门不能看这张门还算什么掌门 那关我什么事 小心挨揍 来呀 别走啊 正面一瞻啊 怕了吧 啪你个大嘴巴 科技宝宝 干嘛咬我的饮了 你不能喝 真的不能喝 真的不能喝 你是要喝这个饮料吗 不 文宝宝是要这个动睡觉 正好放个头 舒服 真会享受啊 狗子 狗子 我来了 准备迎接我吧 别咬我啊 虎哥 虎哥 我以为你要吃我呢 吓怀我了 下次能变这么热情吗 我差点连遗书都写好了 这条狗的睡姿倒真像被老虎给咬了 惊天地气鬼神 卖蒙中又有着苍老的感觉 撒头中又给人一种呆滞的错觉 就像无法接受自己考试得了59分的样子啊 这是一群很有家教很懂规矩的狗狗 吃饭时间只有听到自己名字才会上来 ashi dow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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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我不是最后一个 困难 最后少的一般才是老大 回家了 小莱皮 回家吧 一会儿再出来 小小 不骗你 回家吃小吃 走 你给我拔盒呢 你拔盒我能拔的东西吗 回家吃小吃的行不行 不骗你 家里有大火腿吗 走 走 快 快走 快走 冒大人 冒大人 握个手吧 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了 你理理我呀 你怎么打狗呢 快走 我不臭啊 你找着拿开闻闻 我可香了 我大全天才洗的澡呢 答应我吧 做好朋友吧 别打我了 我真的很可怜 你看看我多孤独 只能跟被子玩 你打我 我就牵你的手 我牵你的爪爪 你看了吧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孤独的小人 渴望一个温暖的拥抱 有宠物相伴啊 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莱姆的风格呢 他就很孤独 这既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宠物 其实年轻的时候啊 他也曾经大胆的追爱 大学的时候呢 风格偷偷喜欢班上的一个女生 就想要创造这个独土的机会 风格就偷偷地把他单车给放了气 等他来取车的时候 风格从草丛里面催着单车就出来了 说 你车胎没气了 我带你吧 结果姑娘说 哼 我刚在楼上看到你炸我车胎了 很丢人啊朋友们 真的很丢人 我怎么会认识这种人 好了 又到了看咱朋友圈和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趣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我家汽车的空调效果不是很好 修理厂的师傅说有办法可以解决 然后就给我装了一台挂式空调 空调效果是不错了 但是怎么看都觉得奇怪 没意思 连个喝酒的对手都没有 你知道我有多寂寞吗 你知道顶峰是有多么孤独吗 不要吹牛了 有本事你干了这杯酒 我们要努力了 争取进入世界杯 为我们鸡足光宗药祖 接下来开始训练 谁也不要偷懒 你们就多运动吧 反正我听说了 挨运动的鸡肉是最好吃的 对 好 准备 好 好 traumatic Anthony 我 有